我們不感謝的時候,是個非常使人失望的情況。 這是一種病態。 我們時常不祷告,因為我們不知道要向神說什麼。 而會祷告的人,通常祷告的模式是神給我這個東西。 這不是真正的祷告。 真正的祷告是向神感謝,然後跟神有一個充滿愛的交流。 真正的祷告是有種迫切的感受。 如果我要做其他職務的責任, 我需要跟神有這段時間的溝通。 你看,這位老闆, 他變得健康, 不然,他不斷走, 而不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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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先回到向神, 然後, 我會做我的工作, 我會做成功的事, 或者心想要做成功的事, 我會做成功的事。 像這位 resident of them, 我會做成功, 他會做成功的事, 因為根本所進行這樣的事, 我會做成功的事, 因為我會做成功的事。 所以, 如果我們真是真的愛祐人, 我會說真正的事, 你是不是真正的事, 可以感受自我自己的誠実。 如果我們感受了感謝寫的誠実, 我會站在於自己的誠実, 我會說, pri知道自己的誠実, 我還活該! 我們真的誠實地面對自己, 當你一覺醒來的第一刻, 充滿了對於神的感謝和愛, 我們成功忘了問, 不是主要作為提聘, 我們會問一些事情,但首先,我們必須感謝祂, 我們還活著,還有這個生命, 而是要問祂討一些東西, 而是純粹的謝謝神。 但如果有人說,我沒有確定, 但要感謝祂, 要感謝祂的什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查看自己, 我們會看到, 實際上有很多事情, 我們必須感謝祂。 最大的感謝,是我們親自領受了耶穌祂本人, 這是一個多重大的, 值得感恩的事情。 而真正的感謝, 並不是只能夠在教會上的禮拜, 並不是只能夠在教會上的禮拜, 而是神經病, 並不是只能夠在教會上的禮拜, 而是神經病, 也不是單純地來這個地方, 然後讀一些經文, 然後想說, 喔,又有人在強迫我, 或需要念這些東西。 而是走出這個空間的時候, 深深感受得到, 然後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受, 神竟然是這麼大的榮耀給我。 慢慢地,我們會找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們可以感謝神的地方。 我們也學習如何真正感謝神, 我們學習如何感謝他人。 例如,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妻子, 因為他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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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不相信, 我強行地告訴你,我們不愛別人。 其實我們沒有真正去愛別人。 其實不能說,我們完全沒有愛, 可是這個愛很弱,而且充滿了病態。 我們現在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如果你在聖禮或在聖禮, 如果你在聖禮或是在聖禮, 如果你在聖禮, 如果在聖禮或是在聖禮, 你會說, 在聖禮或是在聖禮或是在聖禮。 所以我們要來聖禮, 然後來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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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聖禮。 我們要來聖禮皆有聖禮。 所以我們必須要謝謝你們的丈夫。 首先, 因為這是最強的人物的關係。 我們要說, 謝謝你, 你存在。 那我就是, 如果我沒有感恩每天的謝謝你, 那你存在, 那你的意思?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們要感恩,首先我們的妻子,我們的丈夫,因為這是人與人之間最強的關係, 我們要感謝說,因為你存在,所以我很感激,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感激的話,那生活在一起有什麼意義? 如果我們有這種感激的話,我們的心會更健康,我們的心會更健康。 如果我們學會感謝神、感謝別人,甚至我們的心會發生新的聯繫, 我們的心會更健康。 我們日不一日,我們大腦在生理的程度上,會建立新的觀念, 很多人非常症狀,特別在台灣的角色, 因為他們能夠說,你甚麼他們可以做, 在台灣人,很多人會抱怨說, 這個我做不到,這個我沒有擁有,這個我缺少。 他們並不感受, 他們並不可以說, 什麼他們的擁有, 什麼他們的擁有, 什麼他們的擁有。 我曾經看到媽媽, 介紹了我的孩子, 說他不太好, 我感到很激烈, 說你怎麼做, 你殺了你的孩子, 你告訴我,他不太好, 你並不告訴我,他不太好, 你並不告訴我,他不太好, 他不太好, 他不太好,他不太好。 然後我就很震驚, 我說你在做什麼, 你這樣在傷害他。 所以, 再次, 當我們感謝, 我們感謝神, 我們感謝我們的妻子, 我們必須感謝我們的孩子, 因為他們存在, 他們會給我們生命的意思, 享受, 除了感謝新子仁的丈夫, 我們也應該感謝我們的孩子, 因為他們讓我們知道, 生活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存在。 謝謝。